大家好我是乔老师 我每天早盘视频讲的分析 总有朋友说跟不上 不能及时同步行情 考虑到这一点 这里我就创建了一个 黄金策略分享群 我和社区的其他老师 平时会根据具体行情的变动 每天及时把优质的 高涉及策略发到群里 同时群里也会有直播 具体内容可以看这里 想进行朋友 可以用微信扫一下 右边的二维码进群 或者观众公众号 阿萨社区留言黄金情进群 大家好我是乔老师 那么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四 那周四的话呢 数据方面 这个今天倒可以看一下 数据的话呢 在今天下午5点钟开始 就有欧洲的一些数据公布 三颗星的 那么这些三颗星的数据呢 对欧元啊 英镑啊 这些产品呢 会有一些波动 在今天晚上8点半呢 有那个EIA 今天晚上8点半呢 有那个当初警失业级人数 会公布四颗星 那么当初警失业级人数的话呢 一般来说对行情影响有10美金 就说对黄金影响大概10美金的波动 所以这一块的话呢 今天其实还可以啊 可以特别关注一下 然后事件方面的话呢 就没有了 事件的话呢 早上6点钟 有一次什么讲话已经结束了 那么来看一下行情走势 行情这一块的话呢 先回顾一下 昨天怎么讲的 昨天呢 说这个黄金啊 它会走一个震荡节奏 那差不多吧 跟我们昨天说的差不多 因为昨天的话呢 我们画了这个区间嘛 说行情在这范围之内震荡 早上开始跌 跌下来之后呢 到目前为止出现反弹 对吧 就是说 虽然下方有点破了 但最终还是拉回去了嘛 所以说这个震荡节奏呢 还是很明显的 然后昨天我们说原油继续下跌嘛 昨天原油呢 其实先回过看一下啊 也算是下跌了 就没那么迅速 没有前面那么快 因为那个昨天的下跌呢 它属于 昨天的下跌呢 大概是 这个位置吧 这个位置呢 它跌了一波 后面的话呢 反弹了一下 其实整体上来说呢 是下跌的 只不过这个下跌呢 没有前面这么迅速嘛 前面属于什么呢 属于单边下跌 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 这个黄金 原油 或者说货币方面啊 它都开始干嘛呢 出现一些减落 或者说减速 它减速 为什么会减速呢 应该是等待大行情的到来 那大行情 什么时候会到呢 早的话就今天咯 晚的话就明天咯 因为明天的话呢 明天晚上 8点半 有美国的核心PC 物价指数年率 明天晚上有这个数据公布 这个数据的话呢 通俗点讲 就是美国的通胀 就这里写的嘛 PC对应中文是 个人消费支出 核心PC指数 是衡量美国 民间消费通胀的 关键指标 所以说 这一块的话呢 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再说简单点 他们的目标呢 是降到2% 啊 降到2%的话呢 那美国呢 美联储呢 就会考虑去 降息 是的 所以这一块呢 跟美联储的那个利益决议 持续关系 对行情影响的 比较大 那么来看一下 今天的行情分析 今天的话呢 其实 比如说看一下这个欧元 欧元的话呢 怎么说呢 昨天啊 没有涨 下跌了 我们可以看到 在昨天走势当中呢 就像一根大阴线 回落 这个大阴线呢 有点意思 有点什么意思呢 有点那种 下跌的意思 我说的是 这个下跌呢 是说整体的一个下跌 因为欧元呢 它从下方 涨到上面 这一段大涨呢 已经持续了挺长时间的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 这一次 能否顺利回落下来 当然呢 这一次的话呢 我们只能说 看看能不能成功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你可以看到 在日线图当中 它又不是第一次出现 利空信号 比如说 我们在前面的走势当中 人家这个位置 不也是单人探顶 再加阴线吗 后面没有跌啊 是不是 然后这个位置 阴包阳呢 再加阴线呢 也没有跌啊 是不是 难道这个位置 就一定会跌吗 不一定 对不对 不一定 是不是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它们有个规律 什么规律呢 比如说这个单人探顶 再加阴线 这阴线的低点 阴线低点没破 然后它就往上涨 阴包阳 这两个K线的低点没破 它就往上涨 所以呢 最主要什么 最主要就是看这阴线的低点 能不能破 如果阴线低点破了 它就能下跌 那么这个阴线的低点在哪里呢 那么就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放低一点点 比如说在1.1096 1.1096 把它切换到四小时图 四小时图上中呢 就这个位置嘛 如果说行情 能跌破1.1096的支撑 你就1.109 如果跌破1.109的支撑 那么其实可以看成是三重顶 三重顶的下跌 什么叫三重顶呢 一个 两个 三个 一 二 三 三重顶嘛 三重顶形成破位下跌 这个位置呢 就是支撑位 如果来顺利回落的话呢 那左边这一段上涨空间 就会重新跌下来 所以目前的话呢 最主要就是 1.109看能不能破 如果跌破的话呢 可以往空的方面去博弈 那个英镑的话呢 其实也差不多 英镑的话呢 跟欧元的走势差不多嘛 欧元跌了 英镑也跌嘛 那可以看到在昨天的时候呢 英镑出现了一根 阴线反胞 高位出现阴包阳 是不是 我们可以看到 英镑呢 在这一段上涨过程当中 其实 可以这样说吧 这是第一次出现的利空信号 出现的第一次利空信号 它在之前的这一波上涨过程当中呢 根本就没有利空 像那个小阴线啊 阳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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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然后这个位置呢 出现了阴线反胞 是我们上涨以来的第一次 那这样的话呢 肯定多多少少的注意一下 看能不能下跌 看能不能回落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看到 四小时级别当中呢 这个位置 1 2 3 4 5 6 6连音 6连音之后呢 跌破了布林带中轨的支撑 到了布林带下轨 那我们就以下轨作为支撑 去判断嘛 英镑 目前支撑1.316 那1.316如果形成破位 1.316如果形成破位 那我们可以顺势下跌 逐渐回落 一样的 如果你要做这个单 尽量的跌破1.316之后呢 顺势去布局空单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货币方面 就说这个欧元也好 英镑也好 他们这个走势的话呢 其实呢 他们的走势怎么样呢 其实呢开始出现了 利空 有可能会出现拐头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 一定要记得 关注这个点位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黄金 黄金的话呢 其实在目前这个节奏当中啊 震荡呢 越来越明显了 你说昨天 昨天怎么样呢 昨天 它又不是阳线 阴线反暴 它在阴线反暴有啥用吗 这些没啥用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日线图当中 这是日线级别嘛 在日线图当中 确实出现了阴线 但它是什么阴线呢 长下影线的阴线 有啥用吗 没啥用的 像这里啊 出现长下影线的阴线 它不也是后面往上涨了吗 对不对 长下影代表什么呢 止跌 长下影代表这行情呢 下不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今天开盘之后 行情呢 是在往上拉伸 因此 这个位置呢 跌不下去 跌不下去 那么又继续往上反弹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日线级别呢 大概是这样的节奏 那我们来看一下四角尸图 四角尸图当中呢 也差不多 昨天跌到这个低点 大概在2494附近吧 2493 2493附近 昨天跌到2493之后呢 出现比较明显的 大家看你 大家看你 阳线反暴 阳线反暴 所以它这个属于上涨 反弹嘛 对吧 再看一下 一小时图 一小时图当中怎么样呢 把昨天那个通道 或者说震荡区间 再画一下 这些没啥区别 对不对 区别就在于什么呢 区别就在于 区别就在于 这个通道啊 它往下刺窗呢 刺破了 刺破了之后呢 没有继续跌而已 你可以这样想 怎么想呢 假如说昨天 跌到2493之后 继续往下回落 那肯定是大跌嘛 那肯定是暴跌嘛 对不对 行情从这个位置 开始上涨 从下面这位置 开始上涨 这个拉伸 回踩 往上 再跌 如果昨天 昨天能持续下跌 那么就会形成一个 非常标准的 双顶回落 M头回落 因此在昨天走势当中呢 坏就坏在 2493没有收好 这根大一线没有收成 这根大一线呢 变成了 大针探底 变成了大针探底的K线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行情当中 你说黄金可不可以跌呢 可以跌 但这行情它不想跌 对不对 读着说跌不下去 是人家黄金不想下跌 最后呢 强行收了一根 大针探底 阳线反包 再来一个大针探底 那就成了什么呢 成了双针探底 行情在目前 行情在这走势当中 双针探底形成之后呢 就会很明显的止跌上涨 对不对 那你说能找到什么位置呢 不就找到上方压力位 上方压力线 2526 2527吗 对吧 所以行情 或者说黄金 在目前的一小时团中 黄金在目前的一小时团中 它的走势呢 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趋近震荡 2526 后面呢 它两边再回落下来 刺创呢 你就先顺势 这没毛病 顺势之后呢 看到跌不下去 那就改变思路 反过来 如果突破了 突破之后呢 如果向前面又出现 单能探顶 那么继续跌嘛 如果涨上去了 它没有出现利空信号 那就继续涨了 但这个东西呢 它属于什么 它是一种推测 我们也不知道的 我们只按照目前的逻辑 或说结构来说呢 行情就是在 2503 到526 2503 2526 这个区间呢 进行波动 按照这个逻辑 去做就可以了 OK 所以说目前这个机会 怎么样呢 目前黄金这个机会 它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往多的方面去做 往多的方面去做 对 而且呢 你可以看到 它在上涨起来之前 这个位置 其实也算是一个 比较明显的三角形嘛 收点三角形 选择破位上涨 那就急往上涨 交叉点的话呢 大概是在2508 也就是说 在没有跌破2508 2503之前的话呢 这个多头可以保持不变 那这个黄金呢 它的节奏呢 也算比较清晰 剩下的就看它 能不能到这个方向去波动 对吧 单子能不能做 那肯定是欧盘去寻找机会嘛 一二盘的话呢 它又没什么好的节奏出来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 大家如果想及时把握机会 一定要记得预约我的直播 或者说加入我的黄金群 大家可以扫下 频道标记码 关注我们公众号 阿萨社区 回复黄金群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加入我的黄金群 一起去把握这一次市场的机会 反正这个大家知道嘛 正当的肯定不会持久 最晚就明天破 明天那个PCE公布出来 黄金的话呢 肯定会打破这个区间的 OK 让我们来看一下原油 原油在目前节奏当中 比较日线级别了 日线图当中 昨天呢 继续大阴线下跌 所以日线级别的 这根下跌趋势线 没毛病 还是挺可以的 压制住了它的上涨 形成了下跌 连跌两天 那你说今天会不会继续跌呢 反正没有出现止跌信号 肯定看空嘛 那四小时级别当中呢 它那个大跌之后啊 这里跟大阴线嘛 这个大阳线嘛 虽然说说了上阴线 但也是阳线嘛 所以这个区域呢 就是它的一个震荡区域 可以画个区间表达出来 大致呢 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嘛 对不对 那我们再切换到一小时 一小时团中 刚好是下方的低点 跟上方的高点 这个区间 那目前行情呢 它不是往上反弹吗 往上反弹的话呢 目标 最大的一个目标 应该也就是去摸一下 76.2 76.3 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原油啊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现在的话呢 依旧处于下跌 整体回落的过程当中 就这一段 就这一段嘛 首先走了一个圆弧顶 U型顶 首先走了一个U型顶 这要重新画一下 首先走了一个倒U型 倒U型之后呢 行情持续下跌 这个位置是倒U型的低点 所以呢 它昨天反弹到这个位置上不去 合金合理继续下跌 那今天的话呢 那么大概这个位置又是压力嘛 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做 也算是可以 但是如果你再破位做 那更加稳健 就是说跌破74.5 去做去追 会更加稳健一些 因此呢 在目前行程中 你可以看到 欧元跟英镑 它属于有点高位的意思 那黄金的话呢 有点震荡 这个黄金跟原油偏震荡 要走出它的方向 好吧 那具体的操作呢 我会在黄金群当中 跟大家一起布局 那么下期见 motif